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图的便利 图的便利是指的从图中的某一个顶点出发 图中的某一个顶点出发 访问图中的每一个节点 访问图中的每一个节点 并且呢要求访问每一个节点只能够访问一次 就是不重复访问其中的节点 那么这么一个过程就成为图的便利 我们知道数也有数的便利 而且我们这个图的便利和数的便利 还有一定的相似性 那相似性体现在哪一方面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图的便利 它分了哪些类型 图的便利分两种 一种是深度优先便利 一种是广度优先便利 从这一个字面上的意义来理解 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是纵向的 深度优先是纵向的 而一个是横向的广度 它们呢 要非常和这个树的便利类似 深度便利 深度优先的便利 它类似于 树便利当中的先根便利 就是先访问根 再访问子节点 类似于先根便利 类似于先根便利 那么我们的广度优先便利了 广度优先便利就类似于 树中的层次便利 就一层一层的来访问 我们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个图 这一个图呢 为了大家好理解 画成了类似于树的形状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不是一棵树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有环 它并不是一个层次结构的 想要它变成一棵树 也是有方法的 那么我们去掉这么一条边 然后去掉这一条边 这两条边 就去掉 那么它就是一棵树了 而且还是一棵二叉树 好下面呢 我们就来开始看 看这个深度优先便利 和广度优先便利 它具体如何来求解 深度优先便利 它的第一步 是访问 出发顶点V 我们刚才 讲到这个便利的概念的时候 也提到这一点 就是从一个顶点出发 访问其他节点 那么我们呢 就要定这个V1为出发顶点 定好V1为出发顶点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第二步工作 就是依次从V出发 搜索V的每一个临界点 从V出发搜索V的临界点 那么V1出发 有两条路径 一个是通向VR 一个是通向V3 那么V1的临界点 V1的临界点 那么就是VR和V3 然后呢 就判断 判断这个W 如果说W未被访问过 那么从这个W出发 继续深度 要先便利 也就是说 我的V1 有VR和V3 这两个临界点 我首先 把这一个 VR定成W 判断这个VR 是否被访问过 现在还没被访问过 因为我现在还只访问了一个出发节点 V1 还没访问过其他节点 所以说 VR没被访问过 那么我们就访问VR 同时呢 把VR 现在的VR 定为 跟节点 开始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工作呢 就是把这个VR 定为V 搜索这个VR 它的临界点 VR的临界点呢 就有V4和V5 VR的临界点 有V4和V5 然后呢 就判断VR的第一个临界点 V4是否被访问过 我们发现 V4未被访问过 所以就访问V4 然后再找 V4的临界点 V4的临界点呢 有V8 而且V8 未被访问过 所以 访问V8 再接下来 访问V8的临界点 V8的临界点 有V5 V5 没被访问过 所以 访问V5 好 访问到V5的话 就进入了一个死胡同了 因为V5的所有临界点 V2和V8 都被访问过了 那么呢 现在就要开始回退了 回退到V8 结果V8的所有临界点 也都被访问掉了 再回退到V4 V4的所有临界点 也都被访问过了 再退到V2 V2的所有临界点 V2的临界点 有V4和V5 此时都已经被访问过了 所以退到了V1 退到V1之后 V1有V2和V3 两个临界点 V2是被访问过了 但是V3未被访问过 那么就要访问V3 到了V3呢 又走同样的步骤 访问V3的临界点 V6 再访问V6的临界点 V7 到这里的话 就整个深度优先便利 就完成了 这样子就完成了 深度优先便利 那么深度优先便利 就是V1 V2 V4 V8 V5 V3 V6 V7 这个过程 是非常类似于 数当中的深度 优先便利 数当中的 仙根 便利 对应的这个图的深度优先 那么我们再看广度优先 广度优先呢 是也是首先访问 出发点 出发点是V1 然后呢 访问 与顶点V 临界的全部 未被访问 未被访问的节点 注意这里的区别 是访问 与顶点 V 临界的全部 未被访问的节点 那么V1 有V2 和V3 这两个临界点 他们都未被访问过 所以 他们都要被访问 V1 V2 V3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 访问 依次访问 W X Y 也就是 顶点V的所有 临界点 他们的临界点 也就是访问 V2的临界点 V2所有的临界点 和V3的所有临界点 V2的临界点呢 有V4和V5 那么我们就访问 V4 V5 再呢 就访问 V3的临界点 V3的临界点 有V6和V7 访问V6 和V7 再接下来呢 就是访问 V4的所有临界点 V5的所有临界点 V6的所有临界点 V7的所有临界点 V4的临界点 有V8 而V5呢 它的所有临界点 都已经被访问过了 所以无需再访问 V6的所有临界点 也被访问过 V7的所有临界点 也都被访问过 所以说 至此 所有的 节点 就全部访问了一遍 这样子呢 我们就得到了 广度优先的一个便利 就是V1 V2 V3 V4 V5 V6 V7 V8 这就是广度优先便利 我们再来看一个立体 就是求这样子一个图 它的深度优先便利 和广度优先便利 那么我们就看了 这一个先不看底下的 我们先来自己动手 做一做 先求广度优先便利 广度优先便利了 就是首先确定一个顶点 再访问顶点的所有 节点 顶点的所有临界点 接下来呢 再访问 这个顶点的 临界点 它的临界点 V2的临界点 未被访问的 还有V5 V3的临界点 未被访问的 还有V6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广度优先便利 V1 V2 V3 V4 V5 V6 而且还可以怎么着呢 访问到V1之后 我先访问 临界点V4 再访问V3 再访问V2 访问完V2之后 我再访问V4的临界点 V6 V3的临界点 V5 所以这么一个广度优先便利 它也是合法 再看深度优先 V1 V2 V5 V3 V6 V4 等于就是这么便利一圈回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广度优先便利和深度优先便利 深度优先便利还可以是什么呢 V1 V4 V6 V3 V5 V2 这一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一个图它的深度优先便利和广度优先便利 是不唯一的 可以有多个 但是 大家需要注意一点 就有的时候考试 它并不是让你 给出一个图 让你来 求它的深度优先 广度优先 而是给你一个 临界矩阵 或者是给你一个临界表 给临界表的情况比较多 临界矩阵 因为难以 临界矩阵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运算 但是深度广度优先不太适合 因为它难以体现 这个优先次序 那么临界表的情况比较多 给你一个临界表 让你求深度优先 广度优先 那此时的深度优先和广度优先 是不是还像求图的样子一样呢 也有多个呢 那就不同了 因为当你的存储结构 已经固定的时候 深度优先变力和广度优先变力 也随之被固定了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这一点 也可以自己再举一个例子 对一些图画一个临界表进行尝试 看是不是 它的这个访问 深度优先和广度优先 已经被固定下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这个图的最小生成数 图的最小生成数 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这个我们又的追溯到 这个图的最小生成数 它提出的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来讲一讲 这个最小生成数 它的一个应用 就比如说 就有两个城市 有多个城市 城市之间 它有这个通信网络 然后呢 你要连通N个城市 比如说 连通N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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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付出的这个代价 就是需要有 如果说N个城市 那么就需要有 N-1条通信线路 N-1条通信线路 通常呢 我们的城市之间 建立这个通信线路的时候 因为城市与城市之间 距离不相等 那么我们就可能会 有一个选择性的 就是有几条路 它可能城市之间 有很多条路 我们在修这个通信线路的时候呢 就有选择性的 要从里面 找到 一个树状的一个结构 就利用这一个结构 为指导 来生成一个通信网 而我们的目的呢 是使这个通信网 尽可能的付出代价 小 也就是说 整个的这棵树 它的全值 加起来为最小 也就代表它 这个代价 付出代价最小 那么最小生成数呢 就有两种算法 可以完成 第一种是普里姆算法 而第二种呢 就是克鲁斯卡尔算法 首先我们就看到 这个普里姆算法 我们来通过一个例题来讲解 来说明这个普里姆算法 它的一个思想 它的一个运行过程 你比如说 这是N个城市 N个城市之间呢 就已经有了现成的很多道路 然后我们要从这些道路当中 选择一些铺设 铺设这个通信网络 铺设通信网络的话呢 我希望 我铺设的这个通信网络 既能够把所有的节点 连起来 而且呢 发花费的成本 又最低 那么我们就要利用到最小生成数了 普里姆算法 它的一个基本思想 就是首先呢 我们定一个原点 也就是一个出发点 把这一个出发点 放在一个集合里面 把另外的这一些点呢 就是 放在另外一个集合当中 比如说我们选定 0为7出发点 然后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就找出0到另一个集合中 1 2 3 4 5 这些顶点的距离 等于0这一个顶点 是一个单独的集合 而1 2 3 4 5 是另外的一个集合当中的点 我们就要找 0这个集合当中的点 和其他那一个集合当中的顶点 它们之间的距离 你比如说0到1 很明显 距离是6 而0到3呢 距离是5 0到2 距离是1 然后还有两个点呢 是0无法到达的 无法到达的 我们用无穷大表示 无穷大 好 得到这么一个图之后 我们就好办了 我们就从这些路径当中 选最小的 最短的一个路径 就是1 那么 选了这条路径之后 我们就相当于 铺设了一个通信网 铺设了通信线路 把1 0和2连接起来 那么2呢 就并入了0 这一个集合当中 2被并入了0的集合当中 0的集合呢 就有0 2两个顶点了 然后 第二步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找出 现在因为0的集合当中 多了一个顶点了 我找出 我找出这一个2顶点加入之后 到其他的距离 其他顶点的距离 是不是会缩短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 这是一个集合 这一个集合 到达3的距离 仍然是5没变 到达1的距离 原来0到1 距离为6 但现在呢 加入了2之后 2到1 只要5 所以我们把这一条 长的边去掉 就是 等于是集合 0这一个集合 像另外一个集合 中的 1号点 距离为5 2到4的距离为5 2到5的距离为4 0到3的距离为5 那么又选择了 又选择这个虚线中的4号 4是全值 最短的 最小的 那么我们将5号点 又选进来了 025就成了一个集合 5加入以后了 5到3的距离为2 而0到3的距离有5 所以0到3的这个路径被废除 因为它花费的代价比较大 我们选择从5到3 而不选择从0到3 那么呢 0 2 5 这一个集合 到它们集合以外的节点 距离最短的为2 所以选择2这条路径 把3 选进来 把3号节点并入到 最小生成数的集合当中来 3并入以后 到1和到4的距离 仍然没变 仍然没变 都是5 所以我们任选一个 就把这个1并入进来 把1并入进来之后 1到4的距离 就有 就比原来2到4的距离 要短了 那么我们就选择从1到4 这个距离就要3 那么最后就把这一个4号点选入 此时呢 就图中的所有点都已经选入到了这一棵树中 那么它就是最小生成数 这也就是普利姆算法 它通过对图中的顶点进行集合的划分 分成两个集合 然后目标集合 由最初的一个出发点慢慢的扩充扩充 逐渐扩充为一棵完整的树 而其他的点击了 就慢慢的慢慢的一个被并入到树中来了 这就是普利姆算法的一个思想 以及操作流程 那么接下来了 我们就看这个 克鲁斯卡尔算法 克鲁斯卡尔算法 他关注到的和普利姆算法关注点不同 普利姆算法可以说是 从点着手 不断的选入这些点 而克鲁斯卡尔算法的话 就是从边 纯粹的从边着手 那他就 克鲁斯卡尔 首先就会把这些边进行排序 所有图中的这些边进行排序 最小的排在最前面 最大的排在最后面 然后呢 第一步是把所有的顶点写出来 然后接下来就选最小边 再选第二小的边 再选第三小的边 啊 接下来 选第四小的边 选第五小的边 到此时的话 就所有的顶点 都连到了一起 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一棵 最小生成术 所以这种方法 求最小生成术 也是比较简单的 啊 我们就找这些啊 小的边 一步一步的进行扩充 只要说 不形成网 就不会出错 我说的不形成网 是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 我把这一条边改为 一 而这一条边呢 改为三 大家试想一下啊 我把这一条边改为一 这条边改为三 首先选最小的 一号 再选二号 现在是不是三号要 要这么写了 不行的 因为一旦选 选到了三号边的话 就会形成这个回路 形成回路 它就不再是数了 而是图 所以说 像这种边 如果选进来 会使图产生环 那么这种边 是绝对不能选的 只要注意这一点 就可以了 除了这一点影响 其他的 我们就按 从小到大的顺序 来选取边 当选 选取的边 达到 n-1条的时候 我们知道 生成数的话 是有n-1条边的 一个n个节点的 数应该是n-1条边 如果说 它有n条边的话 那么 它就不再是数了 所以选到n-1条边为止 这样子就形成了最小生成数